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多少年的追尋 多少次的口 香愁是一碗顺 香愁是一杯酒 香愁是一朵雨 香愁是一生情 年生外境又无境 日久它香尽故乡 留着你可记得 徒弟的方向 把我已可知道 儿女的心肠 一碗水一杯酒 一朵雨一生情 陕西秦岭的大山深处 有一座安向宁静的小镇 因为从有一棵古老的青木树 而得名青木川 清澈的金西河穿着而过 把古镇一分为二 蜿蜒的老街 像一条飞起的青龙回首张望 人们也因此形象地称它为回龙场 一百多座明清时期的古老人居 沿街而立 古镇人家 延续着数百年的老传统 过着幸福宁静的生活 古老宅院里的一串一瓦 一花一梦都显得古古莲雅 这些曾见证了青木川历史变迁的老建筑 向来来往往的人们 诉说着古镇几个世纪以来的 虔诚往事 走在这条数百年的青石板老街上 看着两边这些古朴的老房子 会让人有一种穿越历史时光的错觉 时常还会有一些穿着 羌足服饰的女孩子 说说笑笑地走过 也给这个古镇增添了一种 别样的民族风情 这一坛坛香气浓烈的高粱酒 一碗碗热气腾腾的热米皮 还有那一块块香酥甜软的核桃膜 都形成了青木川一种独特的味道 伴随着那条千年流淌的金西河 化作了人们心中不散的乡愁 先前时期 来自甘肃一带的羌足先民 沿着水路迁徙到了青木川 如今这里依旧保留着 许多羌足特色的民族活动 每逢节日盛会 镇上的人们为了祈求平安 趋意避温 都会举行一种古老的挪迹仪式 而主持逻辑的势笔 必须是当地最公平公正的人 这样的习俗源自羌足一个古老的传说 远古时期 生活在大山深处的羌足人 因为缺医少药经常生病 天神看到后便来到人间 四处消灾去病 为了解脱人们的痛苦 天神在当地挑选出许多年轻人 向他们传授医术 这些弟子们学成之后 大多遵守天神的教诲 运用所学医术 为百姓消除病痛 可是 也有一些弟子 放弃了职责 向前来寻医问药的人 索要酬劳 慢慢地 这一部分不守规矩的人 变成了只为有钱人提供服务 而把无力致富酬劳的穷苦人 拒之门外 这个神看得很生气 那么就要进行惩罚 通过自己的法术 法律 把它变成一种羊 它活在的时候变的 就是它老老的时候 而且要把它撒掉 把它皮剥下来 把它做成一种羊皮骨 就是这种骨 就是这个 就是这种 从那以后 每当羌族的士笔们 要为百姓消灾去病 都会敲响手中的羊皮骨 东东坐响的羊皮骨 时刻提醒着 古镇里的人们 一定要公正 平等地 对待每一个 需要帮助的人 否则 就会受到神灵的惩罚 在羌族古老的神话里面 神不仅仅是智慧和神通的化身 他们更要具备 公平公正的精神 所以在一次次虔诚的膜拜当中 平等对人公平处事的理念 也慢慢地融入到 青木川人的生活里面 甚至连他们盖房子 也要体现出 人和人之间的平等 在青木川的老街上 所有的古民居 都保持着基本相同的高度 这是古镇人家 世代遵循的规则 相传 清朝初年 镇上一位妇人 为了彰显财富和地位 在修建宅院的时候 不停相邻劝告 执意把自家房子 盖得比别人家的 都高出一大截 房子建成以后不久 一天晚上 狂风大作 雷雨交加 一道闪电 不偏不倚 批中妇人家的新房 把顶上高出来的部分 烧得干干净净 这个果是一只六吋的道具 所以你看我们果子也好 包括我们新建的 这个安置点也好 还有我们新石区也好 这些房屋基本上是 高埃层的形象 盖起的高堂华屋 既挡住了别人家的阳光和风景 又为自家引来了 狂风与雷电 古老的故事 在古镇里流传 警示着青木川的后世子孙 如今在古镇里 人们新建房屋时 依然延续着这样的传统 绵延数百米的老街 也就成为人们心中的一把标尺 时刻丈量着 人们待人处世的道德高度 徐骑是土生土长的青木川人 明永乐年间 他的先祖从山西大槐树移民到了青木川 为了生计 家里人决定把唯一的儿子 送到镇上一户商铺里当学徒 他们这个商户的家里有两个儿子 有两个儿子跟他一起去学那个算账 后来呢 赵黄先生在最后月末的时候呢 他发现说 这个账呢 有出入不对 面对差错 老掌柜的两个儿子都说 是徐家孩子算错了账 这让刚刚来到青木川的徐家人 百口莫辩 老掌柜知道后 并没有马上责难 而是让帐房先生 从头到尾重新核算了一遍账目 最后发现是自家孩子寄错了账 于是他严厉批评了自己的儿子 并让他们诚恳地给徐家孩子道歉 从这件事情开始呢 我的祖先觉得说 其实对待任何人来说 他就应该要公平 或者说要把事情弄清楚了之后 再去说 不能说因为自己家的孩子 就不可能出错 而别人过来打工的 就一定是出错了 老掌柜的做法感动了徐家人 年轻的徐家孩子长大后 自立门户 经营起一家店铺 不管是本地商户 还是外地客商 不管是大生意 还是小买卖 他都一视同仁 生意越做越大 最终成为青木川 最有名望的三个大家族之一 徐家人从此就把平等待人公平处世 作为家规祖训流传了下来 如今 在徐氏祠堂的一侧 仍旧矗立着一块 刻于清咸丰三年的石碑 这块被称为停讯遗嘱的石碑上 君答公平开裂六颗大字赫然在列 徐家先祖希望后世子孙都能牢记 没有区别地对待自己遇到的每一个人 每一件事 才会获得人生的幸福和美满 在曾经过往的岁月里 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纷争变幻 但是大山深处的青木川古镇 却始终保持着相对的安定 并且逐渐地形成了这样一个 贸易繁荣百姓安居的世外桃源 二十世纪初 中国大帝封烟四起 君发歌剧 一个名叫魏府堂的当地人 成为青木川的实际统治者 他在青木川新建水利 修桥铺路 创办学堂 网络人才 对当时青木川的文化经济发展 产生了重要影响 虽然出身草莽 没有读过多少书 但是青木川 平等待人公平处事的原则 却深深影响着魏府堂 当年魏府堂的近亲魏老五 经营着镇上唯一的日杂百货店 一年春节刚过 有位四川商人来到青木川 也在回笼场办起了一家杂货铺 由于四川商人精通生意之道 合理进货 又能硬时销售 生意很快就超过了魏老五 这让原本一直独享市场的魏老五 十分不满 有一天早上 现在宋老板刚好开门 早上起来准备引开 魏老五都带来 他一帮人都进去了 进去以后吧 我也不抢你 也不扎你的电 我也不抢你东西 我要购买你的所有的 他觉得很好的 他比较缺点 强行购买 强行购买 那个地下人购 然后他拿回去这么高价出售 他这个摸的淘价还价的预点 我收多少都多少 我收低价 我他一家低价收购买 强行收购买 仗者是魏府堂的亲戚 魏老五十分霸道 他把强行买走的货物 放在自己店铺中高价售卖 无货可卖的四川商人 只能关门 为了生计 他硬着头皮去找魏府堂 希望他能主持公道 他当时找魏府堂的时间 人家鼓励很多 家人家劝他 我们算了还会是算算了 他说我这儿烂了 我一定要去 就找到魏府堂 魏府堂来以后 一天以后 这儿都发了火 发火以后 必须需要入宿的 入宿的把东西 全部换给人家送老板 送坏了就必须找家费商 另外还要处罚 怎么处罚 处罚的二十块大药 这个二十块大药 是不跟人送老板的 我两天都送死费 你不能跟人家 完了以后 都说是河头摊来的 都是个魏老屋 满街游行 还游行 游行游行 满街游行 至少都说是 你必须要把药交上任人知道 就让其他的人不敢在这儿 你破坏了我们地方的 规定我们的 相关民意愿意破坏了 你到底受到惩罚 魏府堂的公行处事 维系了青木船的传统规则 在战乱纷争的年代里 吸引了无数外地人 来此经商落户 商业贸易的兴起 让这个隐匿在深山里的千年古镇 呈现出了繁荣的景象 青木船在乱世中 得以保全发展 享有了一份难得的安宁 这也让青木船人 对亭等待人公平处事 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今年62岁的魏树凯 是魏府堂最小的儿子 出于对魏家的信任 古镇上的人家出现矛盾纠纷 总会找到他来主持公道 镇上有两家人比邻而居 马家养羊 羊群每天都要从林家门口经过 有一次 由于放羊的一时疏忽 羊群跑进林家院子 啃坏了院中的苹果树 林家一怒之下 用砖头把道路堵死 两家因此闹得不可开交 无奈之下他们只好去找魏树凯 协商解决 你不想要过路 你这是错误的 但是你要过路 你们两家协商 把这个路边的家一下 我说你懒一下 一个转转 都把这个事情扩下来 我去给索了以后 我才去给你拿一家做工作 也要这一家 现在你买的铁王子 一个转转 你给他往起来 两家不得进去了 两家都对了 我死了 您这个评判的时候 也是很有智慧的 对的 你们要买成多少钱 用费多少钱 你挖子再花了多少工 好多钱 油炭好多钱 我怎么给你算 你口水要几碗 你这家给你付吧 您这样一说 两家都心不口服 都接受 都接受 魏树凯的处理方法 让两家人都能接受 一场理不清 断不明的邻里纠纷 在他的调解下 有了圆满的结果 如今 魏树凯经常在镇上到处走走 遇到些邻里矛盾 商业纠纷 他都愿意出面 替大家调解 对于经手的每一件事物 魏树凯都尽量做到不偏不倚 平等对待每一个人 这也让他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魏树凯在当地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 他还能够公平公正地处理 他的亲戚和别人所出现的这种事情 这是很难能可贵的 他的儿子也继承了他父亲的这一点 平等 公平 公正是社会的普遍价值 亲目穿的人 过去他们能够坚持这一点 现在仍然能够坚持这一点 公平 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 每一件事 我们才能够营造一个和谐 美满 康乐 幸福的社会环境 为人尚政治 处世未公平 古老的文化浸潤在这方水土间 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亲目穿人 古镇里至今还保留着一个古老的习俗 每当遇上大事 大家就会聚到一起 通过一种被称为易化平的方式 一起商讨解决办法 意就是商量事情 话就是大家都来说 平就是一个平爸爸的一个地点 大家都来说事的一个地点 谁有权利来参加这样的易化呢 谁都有权利 就是这个不足每一个人吗 每一个人都可以 但是由于这个人多的时候 他总要在一个家族里面 推选出 推一个 你去 你会说 每个家族有一个代表 对对 每个家族有一个代表 男女老少都可以吗 男女老少都可以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古镇要分配林地 人们都觉得自己分到的地 要么小了 要么贫瘠 因此对分地的公正性 产生了严重质疑 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林地始终分不明白 这让当地政府犯了难 这时 大家想到了 古老的易化瓶制度 镇上各个家族的代表 聚集到一起 公推一位叫做 于神士的老人家 来主持易化 于神士依照林地远近 数目好坏等标准 先对林地进行主义分类 再用肥大瘦的搭配方式 把结果写在一张张纸条上 让各个家族的代表依次抽取 採取易化瓶解决问题的方式 从此在秦岭山区的各项工作中 逐渐推广开来 许多老大难问题得以妥善解决 祖先的古老智慧 一次次为古镇人消灭了纷争 其实就是得益于 平等待人公平处事这样的信念 青木川这个大山里的小镇 最终才能够发展成为 富甲一方的商骨重点 而直到今天 这儿的人们依然秉持着 这样的传统 并且把它作为 律己待人的行为规范 人们发现 即便是在新时代的背景之下 这样的信念 依然能够迸发出 巨大的生命力 这一天 杨兴华要去已经搬到 京西安置点的三哥家做客 2008年5月12日 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 当时也影响到了 靠近四川的青木川 地震造成杨兴华三哥家的房子 部分坍塌 原本世代居住的老屋 成了微房 为了安置受灾人家 镇上修建了安置房 由于山间西旁 没有大块的平整土地 所以安置房在位置朝向 和面积大小上 每户都有差异 如何公平公正地 分配这批安置房 成了当时一个不小的难题 分配方案迟迟定不下来 眼看年关将近 受灾的人家都无法安心过年 这时有人提出 恢复祖先的一化瓶制度 每家每户选出代表 聚拢了起来 经过商议 人们把所有房号 写在乒乓球上 以抓丘的方式进行挑选 当时杨兴华正在镇国土所工作 再后重建房屋的土地管理 规划修建等工作 都要经过他的审批 有人私下提醒他 要提前看好房源 一旦对抓丘结果不满意 就利用手中权力 把自己三个分道的房屋 调整一下 可是这样的提议 被杨兴华拒绝了 在这大难面前 要现在大家意识通常 都要公平 这种 不让你们搞特殊 不能搞特殊化 一家搞特殊 别人都要跟着你这个特殊 而且你说你这品质 很多事情都真的有这一件事情 你做的不公平 别人也会从计量过 有这四件事情做的都是对的 一件事情就先从你这个人的倒退 所有人和国民都要守到 良心的潜在 而一个人家社会云 方方面面的签证 最后的分配结果让人意外 杨兴华三哥抓到了 安置点最角落的房子 出入交通有些不便 尽管是这种结果 三哥也从来没有埋怨过他 遵守古老的传统 不搞特殊 不占便宜 不昧良心 这让兄弟俩的每次相聚 都格外安心 在清牧川 这是古镇人家的道德坚守 只有这样 生活才会安心踏实 清牧川古镇上有一道特色小吃 叫做核桃馍 近年来 随着古镇旅游的兴起 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清牧川 独具特色的核桃馍 深受游客青睐 三年前 张宇文带着妻子 从甘肃来到古镇 开了一家核桃馍铺 小两口勤劳肯干 生意越来越好 有一天 一批游客在他的小店里 买完核桃馍后 又去了别家 为了压价 游客对其他商户说 张宇文说 他家的核桃馍比清牧川本地任何一家的都好 这种说法 让本地一位商户十分不快 几次找上门来和张宇文理论 出来扎刀的小伙子有口难辨 心里十分委屈 他想求助于镇上出面调节 但又十分担心 当时去的时候 我一去那个地方 一进那个地方 我当时真有点害怕 我说 我说我们这外地人 他们是当地人 会不会 就是说有两种对待的方式 对我们是一种态度 对他也是一种态度 张宇文和那位本地商户 一起被叫到了清牧川老街一头 来到可有回笼场的石门楼下 张宇文心中十分忐忑 站在石门楼底下 面对着百年老街 镇上的工作人员 讲述起祖先 善待外地客商的故事 平息了本地商户的怒火 也安抚了张宇文的委屈和不安 最终两人打开了心结握手言和 当时我一听这话我就高兴了 我说这还很好 我说这说明一个问题 我说他还能对我们公平对待 我说这个很好 镇上 村上每年给我们大家在一起坐在一起 就说开个这样的座谈会 所以让大家都相互协调一下 好好的把生意都做起来 不要说一天光未来竞争这样竞争那样 最后大家闹得都不愉快 如今在青木川的老街上 大大小小的核桃某店开了几十家 各家做法虽然不尽相同 但生意都很兴旺 无论是本地人开的老店 还是外地客商开的新铺 商户之间很少出现纷争 有时游客在这家买不到合适的口味 张家们还会向客人推荐其他店铺 平等待人 公平处事 对我们熟悉的人 对我们的亲人 家人 对自己的朋友 对自己的同事 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很难 问题在于我们对一个陌生人 我们不认识的人 我们第一次和他相见的人 我们能不能做到平等 这才更能建出一个人的思想的修养 一个人的精神的境界 由于旅游热的兴起 如今的古镇上 大多数的商户由外地客商经营 喧嚣的叫卖声里 砸走着天南地北的口音 飘香的饭桌上 混搭着南乡北地的滋味 来自各地的人们 在这里汇聚 交通出一幅美丽生动的古镇市井画圈 庆木川确实是个美丽的小镇 而它的美呢 不仅仅在于观炎的老街和那些传奇故事 而在于这个镇子里的每一个人 每一户人家 他们所独有的那份传统文化的气质 平等待人 公平处事 这个看似简单的道理 已经成为了这一方水土的百姓 所赖以生存的信仰 也正是这些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 使得这个古老的小镇 焕发出了活活的盛行 我渴望时间的远方 被一束童年的光照亮 那清晨许下的愿望 是回家的芬芳 我怀念旧日的时光 为一颗青春的树徜徉 那午后穿过的小巷 是厨房的地方 我向往春天的暖阳 随意阵风温柔的荡漾 那梦中拥有的力量 是日出的东方 在世间的远方 我看见芒芒的目光 像冬日最美的斜阳 它温暖了我的天堂 在世间的远方 我看见孩子的成长 在心中脆软的地方 它呵护了我的凄郎 在美朕看里面 在美朕看里面 从小巷地上 在美朕看里面 在美朕看里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